你好,感谢你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甲,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叫E.Lay,英文名叫Outliers,E.Lay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各行各业中处于金字塔顶部最优秀的那批人,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我们之前还讲过他另一本书《引爆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得到上面搜索收听。 格拉德威尔是一个怪才,他的思想和观点非常独到,他在管理学方面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美国的快公司把他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而且时代周刊把他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 格拉德威尔非常擅长写作,他是纽约客的专职作家,以前还在《华盛顿邮报》做商务科学类的专栏作家,所以像他的作品《引爆点》《异类》《眨眼》之间都在图书市场上创造了销售神话,异类是格拉德威尔的代表作之一。 这本书试图在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类社会上那些最有才华,最顶级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你比如,像巴菲特金融领域的巨头,像马云·比尔·盖茨这样的商业题材,像Beatles这样的摇滚乐明星,他们都是怎么产生的? 这些顶级人物的产生背后有没有规律,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成了世界上最一流的人呢? 你看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面,一个人要做得特别牛,比如成马云这样,我们通常讲的就是马云这人很厉害,他那个时候多辛苦多努力多聪明,我们看市面上零零总总的各种迷人转机, 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思路,无论你是讲百万富翁,知名企业家,还是娱乐明星等等,他们的故事往往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或者很普通的家庭,没什么条件,然后他们怎么样艰苦奋斗,努力最后出人头地,走向人生的巅峰,想一想,我们获得的成功故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中,对成功,尤其顶级成功的解释,往往是取决于这个人的天赋,以及他的努力 可是呢,在异类这本书,作者却说,一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 那什么是决定因素呢? 作者说,其实在我们人群中啊,有一些人,他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先天的优势,或者后来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或者又是他的文化背景有一些很特殊的条件,使得他们本身就比别人处在了一个优势的地位 所以,学得比别人快,干得比别人好,让他们比别人能够更快速的去成长,那最后成为这些顶级的人物,可能是受到了各种方面因素共同助就的 所以,要了解顶级成功的人物,只了解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得了解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他们今天的成功 这,就是今天这本书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研究说个体是怎么成功的,而是我们站在一个更宏大人类的视角上去审视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那些最顶级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我呢,把这本书读完了好几遍,其实感慨良多,有几点呢,觉得特别想和大家分享 大概是三点,第一,异类的形成呢,真的是跟个人天赋关系不大 而往往起作用的是优势积累效应 第二呢,看不见的力量往往比看得见的力量作用更大 比如文化背景因素,有时候反而会决定你的成功可能性 第三,一个异类的形成,可能能够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启示 我们先看第一点,异类的形成呢,更多的是一个优势积累效应 这话怎么讲呢?一个人能够最后走到一个领域的最顶级 他一定不是一个因素就助就的 而是有很多方面的细微因素互相起作用 最后产生了一个数量级的变化 比如,我们过去说啊,成功是要靠勤奋的 我们努力才能有成功 可是呢,努力这个事呢,其实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啊 加拿大,冰球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 你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冰球运动员 就像篮球在美国一样受人关注 如果你能够参加加拿大的纪念杯的比赛 这就好比你在美国参加了NBA篮球比赛一样 那是受到大家的热烈关注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想要参加纪念杯的比赛 你家有钱是没用的 你靠父母关系啊,家族亲戚朋友的关系啊 没有,只有靠自己的实力 所以呢,你家里偏僻点,没关系 只要你球打得好 照样能入选到一流的队伍当中成为一流的球员 所以啊,像这种体育竞技的比赛中 大家都说,这个制度是很公平的 想要成功,只要靠努力就可以 可是,真的是只要靠个人努力 就能在冰球这项运动中取得一流的成功吗 作者说,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呢,作者说你别急 他给你找证据 他把加拿大最著名的几个冰球球队的花名册 啊,就人员的名单拿了过来 看球员资料 他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这些绝大多数球员呢 他们的出生日期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他们的生日都集中在一二三 这三个月里 你比如,著名的球队老虎队当中 他们25个球员 其中有17个是在一月到三月出生的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可能就讲 这个应该是和星座有关系吧 你看可能这个摩羯呀水瓶呀 他们这些星座天生就比较适合打冰球啊 这种说法呢,做的是当然不认可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做着仔细研究 发现这和加拿大选拔职业运动员的机制有关的 原来在加拿大 他们对选冰球运动员呢 是按照他们的年龄分组的 也就是五岁的分一组 六岁的分一组 七岁分一组 每一组进行专门的训练 可是呢 他分组的时间日期呢 是每年的一月一日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同样是1990年出生 1990年1月1日出生的孩子和1990年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 他们都是分在同一个年龄组的 可是这1月1号出生的和12月31号出生的 他们明明差12个月的生理发育期啊 对小孩子而言 一年的时间差距 生理成熟是差很大的 所以他们在一个年龄组中 那些大的孩子表现自然就要好呀 而他们表现好 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上场机会 有更多的上场机会 他们就得到更好的训练 更好的表现 有了更好的表现 他们就被挑选进入了特训组 有更好的教练 更好的训练计划 结果这些出生生日较早的球员 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我们外人看起来 也就是拉开了天才和普通球员的距离 所以你看呀 要成为顶级冰球运动员 一个重要的因素 居然是你的生日要出生比较早 如果你出生在年底12月份左右 基本上你就没什么机会在加拿大 成为最一流的冰球球员了 你这一点可和我们传统的认知颠覆了 可是作者说就是这样 我们以为一切机会 都是靠努力和表现争取的 但是啊 勤奋有时候都不是你自己左右能决定的 而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 再比如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概念 叫一万小时天才定律 就是说呢 我们想要成为大师级一流的水准 那就必须经过有一万小时的刻苦训练 你只有练够了这一万小时 你才能成为顶级人物 那好吧 哎呀 我们就死命科呗 我们训练一万小时就成了吧 作者说 嘿 也不是 这有时候呢 就是你自己想努力努力一万个小时啊 可能也没用 还需要外部的条件来帮你 咱们还拿这加拿大的冰球队来说 你要获得一万小时的专业训练 你就必须是那最好的球员 否则的话 你就进不了特训组 就拿不到最好的一流的训练机会 那你攒着一万小时的高水平训练 那就远了去了 而你一旦过了最好的运动年龄 好嘛 你30岁了才积累够一万小时的冰球训练 有啥用呢 所以啊 这个勤奋啊 一万小时天才训练 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与此同时呢 你家呢 还不能太穷 你想你家要是太穷 你还每天想着得要谋生浪费时间 你都没有时间去训练参加集训 你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冰球球员 所以你看 就算在冰球这项事业中 想要取得顶级成绩 也不是说你一个人想 只要我拼命努力就可以了 你还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具备 才有可能进入到第一梯队 进入到高水平的一万小时天才训练当中 所以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古时候 以前贫苦人家出一个秀才太难了 为啥 因为你要养一个读书人 你就得有家里的条件 你没这多余的口粮 你是养不出秀才的 所以啊 这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你看出生时机 有没有条件进行一万小时的天才训练 家庭环境 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影响人 是否能够成功的因素 有些人就具备这些优势 而他们这些优势 就一点一点的积累 像马太效应一样 穷者欲穷 富者欲富 拉开了他们和其他普通人的差距 不过呢 优势积累的效应 除了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些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因素 给顶尖人物的形成 有很大的影响 那就是社会变革的力量 什么是社会变革的力量呢 我们举个例子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呢 那都是白人经营来经营着 你如果是一个犹太移民啊 哪怕你学习成绩再好 你上的学校是再住民 长青藤 没用 你毕业了以后 就是没办法进入最好的律所 你要么自己创业 要么你就去那二游的事务所 接人家一流的事务所 挑剩下的活 所以啊 很多这个犹太人律师呢 就能接些什么 像恶意收购呀 这样人家大公司 不要的诉讼案 人家大公司接的是高大上的案件 比如什么股票发行啊 债券发行啊 等等 可是事事难预料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啊 过了三四十年 突然之间 这种诉讼类的案件 急剧的增加 而且呢 金额越来越高 成为了律所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 而这个时候呢 过去做了几十年诉讼业务的那些犹太人呢 突然发现 我的机会来了 他们立刻成为了行内的热门人物 因为他们经验多呀 干了几十年了 结果 今天我们看 纽约很多的著名律所 包括最顶级的律所 反而是那些犹太人开的 所以作者说呀 不是这些犹太人克服了逆境 而是他们的逆境 突然变成机遇了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 有一个律师同行啊 他就说 不是这帮犹太人 他们比其他人聪明 而是啊 他们艰辛磨练的多年的技能 突然时局一变 变得更有价值了 难道其他律师不努力吗 人家也很勤奋呢 可是同样的勤奋 最后的差别却很大 这就是我们说的 社会变革啊 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这是美国的例子 我们讲过我们身边的例子 中国北上广的房价呀 咱们大家都清楚 如果你是一个70后 03年之前你要毕业买房 你买房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便宜的 可如果你是80后 好嘛 你毕业就在08年以后 那个时候买房 房价比03年的时候翻了三四番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70后买一套房 相当于80后工作10年 这个跟努力可没什么关系 也是一个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问题 你说这个最顶级成功人的优势 怎么来 他有些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比如你的出生日期 有些呢 可能是后天培养的 你的勤奋呀 努力呀 但是呢 有些可能真的就只是运气 你说这么说起来 感觉挺残酷的 可是格拉德威尔说 这就是事实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 你要成为那个异类 成为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 就得有这些条件 积累这些优势 说白了 就是天时地利 人和你哪头都得站着 你少了哪一头 都没办法成为那个顶尖的人物 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决定不了天时 决定不了地利 可是总有人会站在那个风口上面 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作者说 对于那些最出类拔萃的人 与其说他们的成功 取决于他们的天赋和努力 倒不如说他们的成功 取决于各种优势的积累 是这样的模式成就了异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那是 有时候文化背景也影响着我们的成就 关于这一点 就是文化影响成就 我们通常考虑的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受过教育的人 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民族的差异 出生地的差异 就对别人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我们要客观的看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作者说 其实这也不对 我们确实是不同的群体文化 会对我们的行为影响 而且影响还很不小 他就举一个例子 说在美国南方 南部地区 就发现普遍有一种叫荣誉文化的现象 什么是荣誉文化呢 就是说 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荣誉 愿意接受任何外部的挑战 哪怕自己用暴力抗击 我也得把我的民生给维护住 那你说为什么南方的人就会有这种荣誉文化 北方就比较弱呢 作者研究说 他说可能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美国早年呀 来到南部的这些移民啊 都是来自于欧洲那些主要以放牧为生的国家 比如像那个苏格兰的南边 英格兰的北部啊 这些地方 这些牧民啊 他们就和种庄稼的农民有很大的差别 农民呢 他们的生存主要靠和别人一起合作 大家一起耕个地呀 共用个耕牛呀 用个水利设施呀 所以大家合作比较多 可是这牧民呢 就不一样 牧民它是在山坡上生活 就没法耕种 就是自己放牛放羊 这事呢 基本一个人就能搞定了 而且啊 牧民和农民不一样 牧民很担心自己的牲口会被偷掉 你说农民它不用担心 因为自己庄稼 你不可能 除非你小时候一晚上能把庄稼都收完 所以它不会有特别大的损失 可这牧民就不一样 它得天天保护着自己的财产 所以他们就培养成一个很好斗的性格 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我是不好惹的 你们别动我 所以呢 美国南部的这些人 他们的祖先有这样的文化特征 那就一步一步的流传到了今天 有人可能会说 哎 这不对呀 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移民都好多代人了 大家都不是牧民了 再拿这个说事儿是不是有点牵强呀 格拉德威尔说啊 哎 文化呀 它本身是一种遗传现象 早期的移民在这个地方聚集之后 形成了文化特质 哪怕再过几代人之后 这种文化特质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传播以后 就会代代流传下来 这就好像是几代人之前创造的一个方言 几代人之后还在用 可能历史条件变了 我们仍然去沿用着 你看 即使在今天美国南部的这些中产阶级 甚至是富人阶级 像可口可乐的高管 或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在他们身上测试出来的荣誉文化的特质 要明显的强于北方的群体 因此 如果是处在受荣誉文化影响背景下的人 他要是从事的工作 是需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下 沟通协调博异妥协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比较不适合这样的工作 而这种看不见的影响 反而就是这种文化带来的冲击 这种文化的冲击 无时不刻在影响着我们 在韩国就发生过一个 文化对人们行为有更大影响 带来更严重后果的案例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叫大韩航空公司 他们的飞机失事率特别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飞机失事率是同期美国联合航空的17倍 当时事故接连发生 引得韩国总统金大中当时专门发表声明说 大韩航空公司的问题 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了 已经成为我们整个韩国国家的问题了 我们的国家信誉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说了这事儿以后 金大中总统把自己总统专机都交给了 他的竞争对手韩亚航空来运营了 从那以后奇迹发生了 大韩航空是痛定思痛 历经图治 决心扭转这种形象 到了1999年之后 整个大韩航空的公司安全记录是全优的 到现在 从安全上来说 大韩航空已经和其他一流的航空公司 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当年大韩航空的事故那么多 后来就突然变好了呢 研究人员就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他们听取了飞机黑匣的录音之后 才发现可能的原因 原来呢 这不是说飞机机械出故障 或者是管理制度松懈 而是说 可能是因为韩国的文化 影响了他们的飞机失实率 这就要提到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叫权力距离指数 就说我们这个人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比如你像美国人 他们的权力距离指数就比较近 他们崇尚的是人人平等 你是领导又怎样 咱俩是平等的 只不过是职责不一样 可是在亚洲国家 这个权力距离指数就比较远一点 尤其你像在韩国 他们这个机组人员上飞机之前 那得大家等着机长训话 机长训完话 跟他们不玩手 让机长宁先上 后面的机组人员才跟着PDRPDR上去 而且在飞机要是中途有个中转什么 连副机长都得下去给机长买礼物 或者要么人家机长休息 给人家按摩 这种情况就导致严格的等级文化下 飞机上就产生一种不敢说真话的氛围 就是这个副机长呀 机上的工程师 发现机长做的决策不对 他们不敢说 没人提 结果导致严重的飞机事故 文化的不同会影响我们沟通的方式 思考的模式 行为的特点 而这种看似看不见的事情 其实反而影响我们很多具体的行为表现 而这些行为表现又决定了我们在一个领域中能否成功 比如作者说像中国中国的文化就是比较勤劳 那么在一些需要下苦功夫的领域 中国人就有优势 可能在创造力方面就相对要欠缺一些 这就是文化背景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哪个文化好哪个文化不好 作者是说文化它本身就是有特点的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它各种倾向性是互相融合在一块的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擅长的适合的领域 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那么受这样文化影响的每个人 也就影响了他们在哪些领域 可能更容易成功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文化这个因素啊 就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你比如大韩航空公司 就从一个安全记录糟糕的公司 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 它怎么变的 就从文化入手进行扭转的 当时他们采取了几个工作 第一改进的就是 让机组人员之间有更平等的关系 他们废除了韩语 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而且可以直呼其名 再加上一系列专业的培训 把这些细微的文化因素消除了以后 大韩航空终于克服了 飞行高师势率的问题 你看 文化背景也决定 我们在一个领域中 能不能处于最顶级的位置 这也成了影响 我们是否是一个异类的重要因素 不过呢 文化因素和我们前面说到 这个优势积累的因素 有一点不同 优势积累呢 更像是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时机 机缘 努力以后 把我们成就提升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而文化背景更像一个保健因素 也就是说 这个你文化 如果不契合的话 你很难成为一个顶级的人物 但是你文化契合的话 也未必能成为一个顶级的因素 所以 异类形成的两方面因素 一个优势积累 一个文化因素 上面这些内容啊 就说了这个异类究竟是什么 作者总结了一下 异类呢 说白了就是那个机遇好的人 他出生条件好 他家庭环境好 他外部环境好 他还遇上了良好的社会变革机遇 而且他还恰恰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文化背景下面出生 他又处在这么一个适合发挥他能力的领域 最后就成了这么一个人群中的异类 听完这些 你是不是觉得 哎呦 我要成为最顶级的人物 可能和自己的努力没那么大关系 这对我们生活有啥帮助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异类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呢 是还原了一个我们人类社会真实运作的体系 你要成为那个最顶级 那个站在世界巅峰上的那个人 那一定是天时地利 人和共同决定的 在这些因素中啊 有些我们可以左右 有些我们是无法左右的 这就好比在一个森林中 最后长得最高大的那棵树 可能未必是种子最好的 当然了 你也不能太差 你还得是不错的种子 可是呢 更重要的是 你在恰当的机缘 比如说气候时宜 周边又没有你的天敌 克星之类的动植物 你最后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换个角度看 同样一枚种子 同样的地方 你落下的时机不对 你可能也长不成参天大树 这就跟我们人一样 大家一样聪明 一样努力 出生的时机不对 最后的成就也不对 所以啊 要成为那些极少数的一类 能力和机遇都非常重要 不过呢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呢 可能也很难说 都成为某一个领域中的 最顶级的一类 可是啊 让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中 做杰出的成就 通过自己努力多控制一点 总可以吧 一类这本书啊 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我们仔细想一想 其实获得成功呢 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向 一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中 出人头地 第二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社会变革的条件下 出类拔萃 我们先说第一点 怎么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 出类拔萃 比如你想做一个最一流的小提琴手 或者是最一流的英语老师 在这些领域里面 可能这个什么社会变革呀 历史机缘的变化呀 影响就比较小 那在这种行业中 要出人头地 靠什么呢 过去啊 我们可能认为 那就是勤奋和努力呢 可如果读完这本书啊 我们就会发现 勤奋也是有层次的 这个高质量的勤奋啊 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 有密切的关系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流的选手 我们首先要进入高水平的训练梯队里面 在这种高质量的训练下面 才能享受到优势积累的效应 而这种高质量高强的训练 就使我们大幅领先于他人 这一点认识呢 对我们生活啊 工作的选择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判断 你看我们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这么样一个难题 就是我有两份工作 第一份呢 工资比较高 可是呢 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个螺丝钉 可能挑战性很少 相对比较轻松 另一份工作呢 可能收入就比较小 在个创业公司 这个辛苦锻炼自己 但是很累 钱又少 那怎么选呢 伊利这本书告诉我们 如果一份工作 能够给你提供了一种外部环境 在这部环境中能够逼着你进行高质量 高强度的训练的话 那么从优势积累的角度看 这份工作给你带来领先的地位的可能性就要高得多 俞敏洪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一个领域 把自己打造成最顶尖的 比如是中国前十名的人 那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基本上都是有事可做 都有人会找你的 而如果要把我们打造成中国的前十名 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放在这个领域中 最高水平的环境中 锤炼自己 这是伊利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成功的方向 就是在社会变革下出了一把萃 比如你像马云 比尔盖茨 他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是出现在了社会变革的时期 比如马云 他其实是提早了十年 在电子商务领域下面下苦功夫 最后等到电子商务的行情爆发 享受了时代变革带来的红利 比尔盖茨也一样 他在最早期 大家都还没用过电脑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万小时的编程训练能力 所以等计算机普及的时候 他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擅长用计算机编程的人 所以他也享受了时代变革的红利 那对我们来说 值得借鉴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借鉴社会变革的红利 那么首先你得对未来的方向做出判断 要利用社会变革的浪潮 方向比努力重要 第二 要抓住趋势 我们就得建立预见性 花时间来研究未来的趋势 而且我们还得在趋势到来之前 能够坚持刻苦训练一万小时 得耐得住寂寞 第三 我们还得有一点运气 也就是我们经过一万小时的训练之后 成了大师级的水准 我们的年龄 经验 经历 能力 还都得处在高峰期 你坚持了四十年 已经六七十岁了 这个趋势才到来 我们就来不及出人头地了 所以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些有预见性 又能耐得住寂寞 刻苦训练的人 当风口来的时候 就比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人 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 正如作德所说 成功呢 不是一个随机事件 它是由一系列可以预知的 强有力的环境优势和机会 共同足就的 好了 总结一下一类这本书 给我们的内容 要成为这个世界上各个领域 最顶级出类拔萃的人 可能是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方面 你要有个人的勤奋 你还得有正确的出生时机 合适的家庭环境 包括社会变革在内的各种外部条件 是有利于你 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优势 累积起来 才能助就一个异类 换句话说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 创造了一个滚血球的效应 让你成为了一个领域中的最顶级人物 另一个方面 你的文化背景 带给你的思考模式 行为习惯等等 应当与你所从事的事业相匹配 这样才有助于成为一个顶级的人物 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起作用 才造就了作者所说的异类 也就是那些能抓住特殊机遇的人 我们过去说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这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是正确的 可是对那些极少数成为顶尖的人而言 这本书的观点或许是 七分天注定 三分靠打拼 实事造英雄 要成为风口上的猪 首先得在一个有风的时代 不过当风口到来的时候 机会也永远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最后 作者其实在本书中还一直强调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式 那就是我们如何总结自己和别人的成功呢 比如我们某次工作做得很成功 取得了一些成就 我们最常见的总结就是 我们团队是怎么样辛苦努力付出 我们当时怎么策划了好的想法 又怎么样克服了执行中的过种困难 最后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功 可是作者说 我们在总结中除了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和努力之外呢 更要意识到外部环境和时机的重要性 你只有能够理解外部时机和环境对成功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你才能更客观的看待自己的成功 所以当比尔盖茨在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 他说我很幸运 这或许是一种谦虚 作者认为这可能更是一种坦率 想想看有多少人固守着自己过去的成功的经验 而在后来的日子里面碌碌无为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异类作者不断的叮嘱 让我们更理性的看待过去的成功 我们未来的成就之路可能走的就会更顺畅一些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祝贺你听完这本书 本期节目的内容 祝贺你听完这本书 本期节目的内容 祝贺你听完这本书 本期节目的内容